首先起来关注中共十八大闭幕的相关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星期三正式卸下中共总书记职务 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接任中国最高领导职位做好铺垫 在为期一周的中共十八大的最后一天 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代表们说 他们在中国开始十年一度的领导层过渡时期应当保持团结一致 预计习近平星期四将接任胡锦涛的中共总书记职位 并于明年三月担任中国国家主席 同时副总理李克强将继任温家宝的总理职位 习近平和李克强几乎肯定将进入中国最有权力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共政治局常委名单将在星期四举行的仪式上公布 尽管存在很多猜测 有关中共政治局常委构成的其他情况几乎无从得知 目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由9人组成 中共政治局常委人选完全由中共元老核心在幕后决定